請示範 我剛剛看到 洪玥瑞真的很厲害耶 很厲害 說第一次打 可是看他那個腳尖的動作 跳前跳後 不錯喔 真的可能下次帶他一起去跑馬拉松 洪玥瑞有在跑了 我有打網球 有打網球 多久打籃籃 好我們現在請我們全軍女郎 第二座獎盃 謝謝 來 這厲害厲害厲害 洪玥瑞有點不好意思 好不過呢 第二階段我們談到這個議題了 其實大家也很關心 就是呢 剛剛談到是在胡市長的部分 不過呢 這我們蘇嘉全蘇主委 其實呢 他之前也有是 媒體跟他訪問的時候 他有談到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有信心 他甚至呢覺得說 現在呢 坐三望四搶五啊 是非常非常有機會 他覺得自己呢 就是事先大家不是 之前大家不是那麼看好 他的情況之下 他覺得現在已經逐步趕上 而且民調差距可能在 這5%以內 他只要搶到5% 自己就有可能會選上 不過這個 當然我們優先發言權 還是在我們洪議員這邊 那議員你怎麼看呢 在這個民調的部分 在民調的部分 我們會覺得說 他是一個起起伏伏的 那會因為特定事件而有貼近 或是說會有什麼樣的變動 我想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那陳如剛才說的 這個國書議員的貢獻啊 或是其他議員在這段時間 針對特定議題的貢獻 也會對這個民調有所這個變動 但是我們會期盼說 這個理性的選民應該是看說 未來誰帶領我們往前走 在國際上會比較有競爭力 那我們之前幾位議員 去廈門訪問的時候 我們就深深感覺到 廈門不怎麼進步 但是他有機場 他有港口 他有很多設施 我們小台中市都沒有 那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讓他合併 雖然我們這一次選議員 比較難選 但是我們會覺得 他畢竟會造成大台中市 要向國際競爭的時候 做城市競爭 他會有比較強的power 然後我們會希望 這一次第一次的領導人 是可以讓我們引以為要 會讓帶領我們往前走 這很重要 不過就目前看 我們再回到這個民調這個數字 其實之前這個最初 在這個確定了這個主委 主委要參選的時候 當時我們看到這個民調差距 好像有差到兩位數字 但是他剛剛 他現在是講到說 可能差到各位數字 甚至百分之五以內 那您個人覺得 您剛剛講起起伏伏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來看 這個評估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激烈呢 這個在差距上面 照我看是 當時民調 就天下雜誌做民調的時候 也許有貼近 所以已經到百分之五這樣的 這是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有貼近 聽很多各方回來的消息 那以現在來講 就是翁其南命案破案了 然後雙方都在台中縣 在台中市很密集的在訪問之後 我們會覺得也許又會有不一樣的變動 因為當時很多人是詬病 胡市長 為什麼都沒有走到我們台中縣來 當時的想法 那現在如果密集的去走之後 也許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就您了解現在胡市長緊張嗎 現在應該不會 所以現在大致上是比較傾向 所以保持一個黃議員 郭志願 你覺得呢 胡市長不太緊張 你覺得就很緊張 我看是很緊張 很緊張 我這樣來講 就是說民調到底差5% 8%還是10% 我覺得意義不是在這個地方 意義是在於說 整體的這一次台中市的選戰的情勢 是胡志強的聲望是持續在下跌的 蘇嘉全是持續在上揚的 那當然現在還是胡市長 之前廖國豪投案 以後還是一樣 這樣態勢 對 沒有錯 我要特別說的就是說 胡市長的高峰已經過了 胡志強聲望的高峰 我想應該是在半年前 包括國民黨任何的民調 你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台北市還 台北線那時候還想要請胡志強去選 連台南都有民調說胡志強在台南 都還可以領先賴清德 對不對 然後連國民黨黨主席最佳人選 也是胡志強 所以胡志強 怎麼半年來會掉這麼多 胡志強在半年前 幾乎所有的民調 真的是排山倒海 遙遙領先 所有其他任何在台灣的政治人物 大概只剩下他一個政治明星了 那個時候的國民黨陣營 但是這半年來我覺得發生了 當然發生了一些變化 就是說胡志強的高人氣 大家會慢慢覺得去思考 選民越來越需要一個市長 他是有能力解決很多市政發展的問題的 那胡市長我認為說 他在這一段期間 並沒有滿足所有市民的需求 他對這一個市長其實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很多的希望交給這個市長 那半年前胡志強身份那麼高 那為什麼半年來迅速下滑 我覺得就整個馬政府的執政的情勢 還有幾個台中市的重大的案件 不是胡市長現在最怕還是您嗎 我不敢這樣說 這麼半年來掉這麼快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好像是民進黨的功臣 但是我倒不敢這樣子鋸躬 但是我覺得這大概是一個現實 就是說胡志強的高峰已經過了 除非他在投票前可以舉辦 世界杯足球賽 這麼偉大的一個盛事 但是我覺得他的高峰真的過了 只是說他這個高峰會掉到多少 那基本上台中市的選舉 顯然的是藍站在首市 綠是站在公市 公市當然就不斷的創造議題嘛 那就看每天創造出來這個議題 大概可以把首方挖掉一些 多少民意調查 每天挖每天挖 那挖到現在坦白說 是從二十幾趴 慢慢…現在大概應該是在五趴以內 所以中間差了大概十趴以內 對…我跟大家報告 蘇家全那個時候決定要來 台中選舉的時候 剛好那個時候 台中是發生重大治安事件 很多人跟黃國素說 黃國素你幫蘇家全送了一個大禮物 創造一個好的選舉環境 對 中間那個十五趴 不知道你貢獻幾趴 我不敢這樣子說 但是很顯然的 民進黨在那個時候 決定蘇家全算是五度裡頭 非常晚確定的這一個人選的 那個時候之前 其實民進黨看到胡志強聲望那麼高 也知道台中要打贏 不是很容易幾乎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但是整個整體的政治情勢的變化 慢慢的… 蘇家全下來參選以後 他用他的優勢去比胡志強的弱勢 比如說胡志強他要當市長 現在市長 他必須在議會開會 他可以每天坐鎮在那邊 每天要處理很多的市政府的 一些數目性的事情 然後蘇家全這邊每天可以做選舉 每天可以拜訪基層 所以顯然的 這個一來一往之間 我覺得會有一些變化 不過這議員洪議員您覺得說 剛剛講到的 真的難道現在胡市長的高峰已經過了嗎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說要整個面向去看 憑良心說在這一段期間我們推出ECFA 所以有ECFA的辯論 所以馬總統也曾經上了檯面 他在這個部分也聚了很多的光 那另外我們吳敦義行政院長 憑良心說他的表達能力 他的很多親民的表現 也高於前行政院院長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慢慢的我們發現說 台灣其實不只胡志強一個人 這樣的感覺也會讓我們很多分了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樂見本黨現在整體的氣勢 還有我們ECFA推出去之後的一個成效 還有大陸觀光客 現在有好多好多到台灣 所以我們要租遊覽車都會產生不容易的現象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也會把一些光芒帶走 不過剛剛其實黃議員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其實是不是說 現在蘇主委的一個優勢 是他平常能請跑基層 那現在胡市長反而是因為他平常的 也許是之前那件案子 讓他現在是分身法術 在跑選戰部分您的觀察 是不是真的有點在分身法術 但是選戰部分就我個人的了解 就是效率是比時間重要的 也就是說胡市長現在他的優勢 是在於他可以跟媒體很快的接觸 我們有很多議題可以在議會上面來做回應 那甚至於說國書也貢獻不少 他們會有很多爭鋒相對的問題提出 如何化解讓選民覺得他有處理危機的能力 這個部分也可以很快從媒體上面就傳送出去 那蘇嘉賢我了解是他一直想要上媒體 看我們市政府的這個骨蹟啦 或是做什麼行為 他也是希望說媒體會關注到他 那我覺得他的強項是可以拜訪很多重要的人士 但是他的弱項就是比較不容易搶到媒體的眼光 喔真的嗎 這個在主委的部分比較難 所以他之前這個曝光率可能還沒有我們 還沒有我敢不敢 所以他需要胡市長的加持 所以在媒體這一塊呢 就是說這會不會反而是可能主委他的一個 現在還稍微比較弱的地方 或是說你覺得說未來兩個月大概要怎麼樣去做呢 我覺得這個洪議員當然這個觀察也不無道理啦 不過蘇嘉賢我們要了解他本來就是一個比較會做事的人 相對的他比較不是一個善於創造議題 或者說展現他變才無礙這樣子的政治人物 他是一個比較屬於苦幹實幹的 那最近我跟大家報告 台中市跟台中縣的民調 我們民進黨做的齁 台中市是打平的 所以胡志強是台中市現任的市長 竟然在民意調查屬於台中市的部分 他並沒有占到便宜 所以現在您說這邊兩邊是打平的 台中市的部分是打平 台中縣是輸5%到8% 那台中縣我們認為 台中縣是有翻盤機會的 因為台中縣過去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阿扁總統曾經靠台中縣贏了3萬票 就靠台中縣那3萬票翻盤 所以贏了選戰的 所以我們大概都認為說台中縣是有機會的 然後台中縣是傳統的農業縣 那農業縣它本來就比較不需要大量的媒體曝光 它反而需要的是你跟這些繼承的選民接觸 然後你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這個地方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去了解 我提出一個方案來幫你們解決 然後我跟這個地方的長期在這裡經營的人士 包括文史工作團體 包括地方上的政治人物 或是地方上的一些經營很久的社團的代表 我跟他們有非常密切的接觸 他說甚至會不會是主委他本身農委會的背景 對 這個當然也算是他的優勢 那過去他又擔任過內政部部長 內政部部長也掌握了一些過去的人脈 我覺得這個都會幫蘇嘉全加分 所以說媒體的曝光度 當然胡市長是很難有人可以贏他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會不會成為選戰的必要的部分 我覺得在這次選舉裡頭 慢慢市民會覺得說 還認真做事 有能力改革 解決台中市問題的這個市長 反而是我們期待的 我覺得這個氣氛會慢慢慢慢出來 不過洪宜委剛剛提到的是 這是在對方陣營做一個民意調查 在台中市這部分是打拼 然後在台中縣呢 這可能是綠營是稍落後 大概5%到8% 那這邊藍營做的民調也是差不多有這樣的結果嗎 不會說失真的這個程度 對 但是照我看是台中市的部分 應該還是有贏一小部分 然後我們會比較強調就是說 現在是年輕人慢慢有投票權 每一次的選舉就會多出很多年輕的選民 那年輕的選民現在是會透過網路 透過各種資訊系統去拿取他要的一個資訊 那所以我覺得說現在是誰能夠很快的 把自己想要傳輸的理念 想要創新的方法傳輸出去 會對於未來選戰有這個重要性的一個 關鍵性的一個因素 所以市長對年輕族群你覺得是非常有辦法的 像我們去創造大都會歌劇院 雖然現在還在興建當中 但是大都會歌劇院我們要媲美這個雪梨歌劇院 那我曾經跟國書講說 我們沒有辦法到大都會歌劇院裡面去表演 至少我們到門口去唱唱歌 是不錯 那所以年輕人會覺得有一個地標性的東西 如果那個部分可以逐漸的推出 那所以台中線的過來這邊欣賞 他們會覺得這個部分是一體的 這個是有幫助的 好 這個我們看到呢 這剛剛洪議員已經拿到兩個獎盃了齁 這個第三場的五都群俠拳擊賽呢 現在開始 打五個 現在打五個小時就回來 啊 哈哈 那第一個跑馬中還要 啊 唉唷 馬上就趁鎮議員 趁黃議員講話之後 兩拳都打下去了 哇 好的 又三圍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